尼奥石勒公司负责人戴力林一举声明 引爆了柯文哲假账风波 昨天戴力林以这个证人的身份被约谈 那么在今天也首度打破沉默 接受访问谈到了整个事件的始末 戴力林强调她自己跟黄珊珊并没有撕破脸 但是吞不下去被攻击洗钱 才会做出这个选择 她更直言如果吞下去 就会变成共犯被生涯 吞下去现在我就是共犯 昨天剪掉就说了 昨天就走不出来了 我就会被生涯 实在很委屈 柯文哲假账风波延烧多日 但力林才被以证人身份约谈 时隔一天决定清上火线还原过程 没有任何人理我们 我没有不私底下沟通 可是你不能不跟我讲 然后你就去抢银行 然后你再来说是我 三比九百多万的费用凭空出现 求证又碰壁才发声明自清 强调和好友黄珊珊没有撕破脸 但柯文哲台南造势活动 光执行费不含厂租就要四百七十五万 且民众党台南党部租位也说蛮惊讶 日伟国文秀书数据 以宣讲活动为例 舞台音响等只花十八万 只沿着一看就知道有问题 而承办厂商正是戴笠笠 我们包括志工的便当我们都有提供 我听说他们以前连志工都没有便当的 叫我们要躲起来吃 但我觉得这是不合理的 叉叉比鸡腿 他拿座谈会跟我们的造势会来做比较 音员也发现被以五十万交保的 木合公司作账员工何爱婷 领的薪水却由柯文哲进总支出 还一手领钱一手捐款十万给柯文哲 而监察院十五号公布 政党政治现金会计报告 其中民众党在选务费用支出栏位 却显示零元 民众党解释因为各部门执行业务 就包含了选务才没有编列 可疲捲入价账遗云 过去的账目也被一一摊在阳光下 接台北综合报道